发生了一起震惊各界的残忍虐童案 维吉尼亚州有一对夫妇 把年纪大约六岁的女儿 关在笼子里面长达半年 每天只给这小女孩 一块果酱饼干冲击 有时候就多给她一块三明治 女童被发现的时候 她没有穿衣服而且很饿 正在吃自己额头上的皮 这对狠心的夫妇 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夏季求婚生日蛋糕上还写着 你可以嫁给我吗 2008年这一对年轻的夫妻 竟然在几年后成为涉嫌虐待女儿的狠心父母 美国维吉尼亚州警方上个月 在调查一起连环窃案时 意外在戈尔这一对夫妻的车屋内 发现了一名营养不良的女童 她躺在木制的笼子里 没穿衣服满身褥疮 更夸张的是 她正在吃从额头上剥下的皮 根据警方调查 女童每天早晚只有各获得一块果酱饼干冲击 有时会多一个三明治 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各夫妻变称 女儿患有糖氏综合症 及脑子麻痹 为了保护她 才会从去年夏天开始将她关在笼子里 另外警方还在他们家附近挖出了一具铜尸 不过性别及死因都还有在调查 目前警方已经将这一对夫妻逮捕并控告两人虐童 意图谋杀等罪名 这段新闻吴嘉贤报道